那我再问一个 稍微那个一点的啊 太好了 胆大包天一点 就是你和于谦谁是 等于说第一捧个人 我 你觉得于于谦老师相比较 您差在哪 差在 搭档比我厉害 哈哈哈哈 没这么说话 我先来 如果说李丁和 郭麒麟打起来 你会帮谁 帮郭麒麟 哎 假话 假话 对 因为跟李丁在这种作品 跟郭麒麟没啥作品 因为我在这儿 那你怎么评价郭麒麟呢 不仅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 假话 对 是很优秀演员 并不是因为他是领导子女 反联看看他 所以就是来 咱们这个节目是因为 和麒麟掰了吗 哈哈 对 也不能说掰了吧 是被甩了吧 哈哈哈哈 我们该吃吃该聊聊 反正今天就是放松 行吗 好 来 先撞一下 我们就开始第一个热场小游戏 下面这一趴叫假话按钮 这个就是说真话的 你想说假话 那就要按开这个开关 嗯 这样的话你会肆意地说假话了 哦 明白了 什么都说得出来是吧 对 说相声的人没有什么底线 那好 那一辆是先来吧 嗯 我先来 如果说李丁和郭麒麟打起来 嗯 你会帮谁 帮郭麒麟 哎 假话 假话 对 因为跟李丁在讲作品 跟郭麒麟没啥作品 假话 因为我在这儿 那你怎么评价郭麒麟呢 不仅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 假话 对 是很优秀演员 并不是因为她是领导子女 反联看看她 所以就是来咱们这个节目是因为和麒麟 拜了吗 对 哈哈哈 也不能说掰了吧 是被甩了吧 哈哈哈哈 妈 哎 这回看到那个赵蓉云老师 你有没有点就是恨她把大林抢走了 呃 恨 恨 哈哈 哈哈哈 你心里还有她吗 有了李丁老师之后 啊 呃 有 有 有 啊 有 有 哈哈哈 你真的有点真假难辨 真假难辨 完全是阎老师脑子跟不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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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再问一个 稍微那个一点的啊 太好了 等到包天一点 就是你和于谦谁是 等于说第一捧个人 我 你觉得于于谦老师相比较你差在哪 差在 搭档比我厉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没听说话 我问一下李丁老师吧 好 我也说假话 呃 现在网友都说你是郭契林的平屉 你认不认 哈哈哈哈 何止是平地 那实际上 你看阎老师 他不是说 可以说吗 都可以说 别说了 那不用我嘴 因为阎老师说他是 你终于说 阎老师是那个什么 太子妃 我觉得我现在 就是太子妃的妃 而且话说回来 如果我是郭麒麟的平地的话 我觉得有压力的 应该是郭麒麟 我让他离我脸近一点 没有用 这样就不会屁掉 因为我的脸会被调掉 没有用 我们只会保留音频 是个音频节目 如果我是郭麒麟的平地的话 有压力的应该是郭麒麟吧 都不过都不过都不过 来你评价一下 你们俩 你觉得谁的相声功利 最强 你调的是吧 你往这里说 肯定是我 你猜调没调 哈哈哈哈 没调 哈哈哈哈 我就把这个游戏 玩到了一个世界 哈哈哈哈 如果说再有一次选择的机会呢 是留在现在自己的单位 还是去德云社啊 去德云社啊 到德云社 彭哥你能排第几 彭哥排第一啊 余老师在我下面吧 我觉得 嗯 我都想好了跟郭老师 我们第一个节目叫什么名字吧 哈哈哈哈哈哈 严老师私下是怎么评价 马老师 马东的呢 因为这得问 李丁更有安全 因为马东老师 说你跟他们关系比我们先 一个卖戏的时候 对对对 对 马东老师是我师叔 嗯 我觉得马东老师特别好 这么 我得自保吧 那你说三个毛老师的缺点 真的缺点吗 嗯 就把你师父平时说那一句 哈哈哈哈 你还 你还有想不忘 我们整个大门户的关系是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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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马东老师有点 他来不理我们 真假的 我以为他只是不理我而已 他好像越是熟的人 他越不理 哦 所以他那么关心我是因为 不熟 我是个外人 真的 马老师其实 很少跟我们交了这些 马老师好像有一种 亲密恐惧症 对对对 我记得马老师以前 然后讲过一个故事 就是他 说他小时候都没有人 给他过生日 所以他特别 就是很没有仪式感的一个人 他也很害怕 隆重的过生日 如果说我们大家一起 跟马老师过生日 他会直接打车走 对 这就是 我会觉得 就是比如特别亲密 特隆重吧 就 我会觉得我不配 你又爱毛绒玩具 又爱粉色 然后又配得感又很低 对对 很厉岁的一个人 对对对 就是我听不着别人夸我 我只会去网上看骂我的话 就夸我的话 我一句我也看不了 有 这是 就是我们第一期播完以后 然后杨老师天天见面 就跟我说 哎 你看这条怎么骂咱们的 你看那条 哎 你听 梦寐以求的那个骂咱们的话 终于出现了 我说杨老师咱们看看 夸咱们的没有 对对对 就是好像反正看到 说自己不好呢 从小会席得一种安全感 反而是觉得 所以就喜欢在那个摩托车上面装一些毛绒玩具 嗯 吃一点风 觉得自己举配这样风餐 对 不得顺带 嗯 但我觉得干喜剧的人 是不是好多人都这样 我瞎猜的 就是会很敏感很脆弱 是的 对 演完以后感觉好点了吗 习惯了 习惯这种状态了 设立残酷还是这里残酷 跟我们比肯定是这儿残酷 设里不也有很多勾心斗角 外面都喘 那个勾心斗角 我们都适应了 都是我调整的 示范了以后来新闻再重新开始 新的模式了 我觉得它跟他们设里边不一样的 是因为杨老师在设里面是 业务能力是很好的 所以他那个勾心斗角 属于纯勾心斗角 办在这儿呢 是确实 就是能力不行 能力还不行 还想勾心斗角 但我觉得这个赛段 杨老师的改变特别大 杨老师两个助演 已经跟他之前的表演风格状态 完全不一样了 我是一个双胞胎 提携反尸 就是死罪 我觉得还是就是 找到一个比较适合 自个儿演的东西 可能就 哪个路线呢 就是我觉得这是好多人家 写本子 包括编剧 都是青春题材的 我们俩真的是大了 你们不是大了 你们是 那么老了 对 说像是可能40多岁 这儿跟宝王不好 不要让他教他这些东西 不要教他这样的形容 说像是40多岁还行 但到这儿一看 还是就偏中老年流点 因为核心演员 都是95后了好多 没有 最核心的是最老的 在台上坐着呢 蛤 主要是创作的方向 你看我们编剧团队 基本也是90后居多 人家编剧的生活 还都是90后 00后的生活 那很难 有我们俩的这些生活 能写的一些本子 这也是吧 我们俩生活是从粮票说起了 我们真用过粮票 我真用过 你没用过粮票吗 没有 你用过吗 以为是一个梗 没想到 真的说到老人的心坎 兜里还圈着呢 真的 哥是几几年的 我81年呢 我真认为 那还好不是七大头 对 差一点就七大 但是我听说了一个事 我觉得 杨老师对于这个东西 其实他还是有反差的 他说是年轻大跟不上 但他家里的东西都是年轻人的 甚至是小姑娘喜欢的 哦 真的 各种各样的模型玩具 我家里有那么一两个不多 有很多个家的 我放在其他家里 我正解释一下 我家里没有很多模型玩具 我就是一个是我出去骑摩托车 车上会挂好多玩偶 然后我确实会刷小红书 有时候烦的时候会治愈的 看一下那些 首先男生刷小红书这件事情 就很治愈 你也应该开个专门介绍毛绒玩具的 专门介绍什么那个 对啊 琳达贝尔 因为我之前不知道 阎老师这么喜欢毛绒玩具 然后后来我发现 比如说他在摩托车上会挂 然后自己会刷 然后在公司里边看到别人抱 然后等别人走了 他会去拿 真叫偷吧 当别人抱回去了 我当别人抱回去了 哎呀 这个公司的海洋片 难吃掉 我们说到香菇的方法 那会不会我们要 要多买一点 因为今天录完这期以后 这个一会儿还会在吗 不一定 这您看不上吧 这是个啥 这是个骨头吗 吃个珊瑚是吧 嗯 兔子 这是个兔子 因为那个是耳朵 哦 这样 这是个兔子是吗 哦 明白了 好 终于抱上了 严老师今天其实一进来就看到这俩玩了 你知道吗 就盯着了 就一直对 就想抱着 就想抱着 但我觉得严老师性格应该是很可爱的 因为他演那个 那个是你自己设计的吧 那是严老师在这个节目设计的第一个 也没有 其实也没有设计 就那天突然演了 突然演到的 对 其实你本性暴露出来了 对 本性暴露 设理都不允许你这样是吧 设理主要是没有这类的节目 但那个很可爱 对啊 我觉得好喜欢 而且那个是不能延续的 那你这次演那个家的吗 恐龙那个家的 丁哥你在家里一般是做点啥呢 我这几个月在家 其实真的一直都在想本子了 要么就在看一戏二戏 头发是这几个月白的吗 我要说是的话 会不会组里边对我有更多的关怀和照顾 会有的 会让你更白一点 就彻底白透 那我听说你在家里会 自己收拾桌子 什么就挺爱做家务的吧 李登特别好收拾 我特别找了那个 李老师的朋友圈 你看看 一高兴没忍住把羽绒服给洗了 但是呢 羽毛都跑到一起去了 该怎么办 这次来唐山只做的三件事 洗衣服演出 这么爱洗衣服呀 走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一个怪癖 就我特别不喜欢把脏衣服带到箱子里 就不爱把脏衣服带回去 那你没干怎么办啊 上飞机 那么灰都更脏了 会在那个 会在飞机上洗吗 就是如果说 太一般就上个飞机之前 挂个飞机翅膀 好的我们 学校是好玩吗 学校是好玩的 肯定是好玩的 好玩在哪呢 好玩在 跟其实演喜剧的状态是一样的 就你能通过自个表演 让那么多人乐 喜欢你 反正我是这两年 越大我会 有时候在台上突然会感觉 我这个事 就挺牛的 就你说两句话 大家这么喜欢你 说你有一个鱼缸里边 一个小金鱼 一个王八放到冰箱里冷藏 24小时拿出来 哎呦坏了 小金鱼没有就剩这王八了 怎么回事啊 王八也纳闷呢 二三十岁 还没这种感觉 可能老了 大了以后就会有这种感觉 可能也会觉得 以后这两日子不多了 慢慢人不喜欢你了 就会觉得 会有种危机感吗 会有 但我觉得这是应该的 这也是我们俩参加这节目 最大的感受 就是来了以后 你发现好东西跟不上 就是跟不上了 你愣跟 你也跟不上 但是最重要的意义就是 还是我们参与了 这个跟不上的过程 也挺好 其实能迈出这一步 其实就已经 能比很多人都 对 你说没郭麒麟逼你 你能来 拉帮到人去 感谢郭麒麟 感谢麒麟 谢谢 我们一开始特早就像 我跟李真都是特早就像了 因为我们都对喜剧其实很敏感 我们二多岁的时候 十几岁的时候看喜剧 觉得是那种意识 那种思维 是我第一回看你跟金静 那个飞机那 我就叫金静 对 我看你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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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圣鹰那个 和圣鹰那个 对 和圣鹰那个 就觉得以前没看过这种形式 然后也觉得挺可乐的 但突然觉得这个东西跟你学的东西 又离得有一定距离 然后你就特想参与一下 我们来的时候也很尴尬 就是你看这节目特年轻 就你看你们都觉得我们来也很奇怪 就证明我们如果不主动说来 也没有人会让我们来 你懂我说的意思吧 懂 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想来的话 只能主动迈出这一步 要不也来不了 真的是这样 是的 但我觉得参与一下挺重要的 这趟值吗 挺值的 演员第一期以后 我还跟我们好多同事同行 就比如小很多的 二十多岁的 好多说相声同行 我就说你们应该 趁着年轻早点出来 多跨界参加这样的东西 然后把一些好东西 能带回到相声里去 就是我们希望弄一个 类似于相声奇妙业的东西 就所有人大家都来说相声 相声也不一定就非得是 他那样我这样 神一定要我师父 神应怎么着 大家都是来说相声的 答应各种方式来说相声 对 这就是我们 感觉偷学节目之多呢 嗯 但是要真能相声奇妙业的话 我就单纯的是想过瘾 他们俩好单纯 我以为他说 我就是单纯的想活想专业 结果我单纯的想过瘾 还特别得意 我去给大家拿点水 下一个比较简单了 名字叫《我最大的缺点》 您二位呢就把自己最大的缺点写上了 写上了 对 然后呢我们就猜 好 好吗 来一浪人先来 好 好 写完了 来你猜吧 我最大的缺点 猜一个 跟错了人 眼光差 不是说袁老师的缺点吗 为什么 我写的是一个 比如说心情 或者这个心理上的问题 一做错误决断 靠点边 为什么呀 比如说袁老师提的点 有的时候可能一上来以后 明显是在一个错误方向上 然后但是我们 出于真老爱幼的心态 出于真老爱幼的心态 没人敢反驳他 没有人反驳 让他自己在那 狂狂说三四个小时 其实我已经知道 错了 大家还在 我们还在睡 然后 怎么办 就刚才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 咱们在互相在干嘛 特别时髦的一词 爱博弈 特别时髦的 内耗 你看他说的对 内耗 特内耗 然后这耗我还不会写 我写的第一 我现在提笔忘字 耗怎么写 这是一缺点 就是容易跟自己 跟自己较劲是什么 就反复在想 这个节目 还能不能往下弄 然后现在如果不弄的话 万一这又是个好点的 是不是弄完就可惜的时间 这就是内耗 已经不是在推进这个节目了 然后再弄别的事了 那你之前在社里 也会 这些问题说向也会有 就是做事的一个习惯 就会想的比较多一些 想的比较多 黎老师来 最大的缺点 黎老师缺点多吗 严老师 黎老师的缺点 要洗衣服 我觉得杨老师应该能猜出来 我还真不好猜 就给点提示 是外在还是内在的吧 内在体现到外在 我每天都会有这样的状况 有些创牌排练的时候 比较脆弱 差不多了 是两个字吗 我写了三个字 玻璃心 对 差不多 很时髦的一个字 玻璃心也不时髦 再时髦点 我看你时髦的 像现在呢 玻璃心早日挺时髦的 玻璃心 玻璃心咱们上小学时候就有了吧 你确定这词 他记得住吗 肯定记得住 睡着眼了 没事 不用讲 他一会儿就醒 他一会儿一觉没关系 受虐狂 我在你心里受虐狂 什么呀 老师 受气包 差不多 然后就换成一个很新潮的词 哎呦 你的新潮可能跟我们理解的不一样 但真的很新潮 偷感中 哎 哦 哦 偷感中 我一直不懂什么叫偷感 我只知道这个词 哥 你看我 偷感很中 哦 你偷感中 对吧 因为你像一只耳 偷米偷油的感觉 你为什么要写个偷感中啊 老会觉得自己办错事了 前段时间我们也是写不出本子来 然后 想偷包袱 没有偷包 偷梗 我没有偷梗 也没有偷梗 说相都不算事 说相也算事 你抱着点这个 你把灯点亮了 说相当事 老是咱都给仙儿剑留点颜面子吧 你老是 就前两天在米味 然后也是熬夜 熬到三四点钟 然后大家都走了 就想去人家公会上偷东西 我去 偷点电脑也行 我没有没有 偷点脏衣服要拿回去 你去马上去 当公司偷啊 对对对 我就想知道你到底偷了什么呀 我现在觉得 我肯定要讲那个故事 没有你们接的这些话 有趣了 我现在又开始陷入了 吉他不出信当中 就感觉小心翼翼的 对 然后就比如大家 在聊天的时候 然后可能每个人都在 随便瞎聊啊 讲笑话 然后就会担心 万一我讲个笑话不好笑 怎么办 或者讲一下 是不是就是不好笑 所以大家只是随便笑一笑 或者怎样 就这样 是到了这才有的 以前在你们 我完全到这才有的 不太自信 可能是 真的 对 就小心翼翼 就小心翼翼 是 五盒饭都不敢多吃 就会有很多的 自我怀疑在 对 就超怀疑 超怀疑 跟你在相儿界不一样 从一个巅峰掉下来 看清自己 这都是过程 挺好的 都是过程 猜缺点 全都没猜出来 今天就成八了 那来 两杯凉茶 好 甘甜 巨苦吗 哎呀 感受也不苦不苦 跟你爱的草莓味 我也是有差距的 老蓄火了 老解压了 真的 一口闷一口闷 现在可能喝着嘴里苦 但是对身体真的很好 就像咱们比赛一样 现在可能难受一点 跟人比完了以后 会更难受 会更难受 我想问一下哥 你那个骑摸车这事 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 淵源是因为当年说向赶场 对 从一个剧场赶到另一个剧场 怕堵车 张云雷坐我后面 前面那个兜里还堆 不过几里 弄着一个摩托车 带着所有我们当年的大腕 在印度展演的时候 没有 那是十多年前 后来才开始想去旅行去摩旅 就像从北京到巴黎 我们那最 对 有路过去吗 走哪条高速可以到巴黎 就全程有路 京巴高速 京巴高速 因为是北京到巴黎的一条高速 这起过去要多久 一个月 两三个月 才将将到 你要真凭速的话 我两个星期就可以骑到巴黎 就是睁眼就骑车 然后累了就睡觉 有很惊险的事吗 就是我们在一个区域里边 外边就有人开枪 对 枪一响 我直接那里大卡车 我直接就滚在大 就是你没有在战乱的地方待过 就是人听到枪声的第一反应 那是本能的反应 真的 你认得出来的是枪车 多枪我还听不出来是枪啊 这枪还是放鞭炮 你就是一大卡车 我一个鼓子就滚在大 就滚在大卡车下边 你摩托车呢 摩托车别还摩托车呢 绷着你怎么办 跟功夫熊猫似的 还有什么惊险 你被抢劫过吗 没有 到抢劫到没有 他看到好多大老爷们儿 骑摩托车他会认为也不太好惹 他不会选择像我们这人下手 还稍微好一点 像丁哥这样应该跑不出 头感比较顺利吧 待会发生过误会 我们在交流站 手机在前一个地儿 把手机给颠掉了 颠掉完以后呢 我们就坚定地认为是个交流站的交流员 偷了我们的手机 然后就想一什么招 把手机给要回来 然后交流站的交流员呢 就误以为我们要抢交流站 这不是个sketch吗 对 这个事我就说这可以做一做一本子 你什么时候说要做本子了 不要内耗了 杨老师快把讲话都告诉我 然后双方都报警 叫的是一个警察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后来怎么解决了 就叫了警察就说清楚了 然后后来发现那手机是之前掉了 下一三段的作品吧 OK 这摩托车去旅行 它爽的意义在哪呢 爽的意义在于就是你能看好多没看过的地方 去好多没见过的地方 我觉得跟颜老师来自新宵夜的意义差不多 对 18年19年开始 我就想每年我得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对 去年然后去摩旅 然后今年其实我就想参加这个节目 这节目不是一个在我的那个舒适圈范围之内的事 你就喜欢苦中作乐呗 也不是苦中作乐 就像尝试一样 就这东西它一定有收获 然后将来一定是你的一些别的事的积累的东西 一定管用 对 你管一说书嘛 就你的这些积累你没经历过你跟人聊啥呢 就到最后多少年之后 你跟别人说什么东西也不如 这事我参加了 这事只要我参加了 我就比任何人都有发现权 嗯 那个 你看过他的车吗 你坐过摩托车吗 我坐过他的车 坐在前面公主包的那种 不是不是 坐在看抖 你坐在我什么物件 然后杨老师一提起来摩托车 真能感受到他的心情不好 就是车走了你人还在员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拿了两个没干的衣服 在那里 我没有 就写出书 我没有在米味 得哪儿挤衣服 我的车就在门口 谁要是 大家创牌烦了 我就带谁出去兜一圈 再见 再见米味 再见 这儿也在 喂 哎 妈妈妈 不是不是 那我有一个比较好奇 我觉得两位老师现在还是单身状态 都单身 你们那就是有没有就 理想型是大概喜欢的女孩是什么样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觉 可能做演员的工作就是首先来说 是不是得能互相理解这工作状态 我原来有一阵跟我爸妈在体生活的时候 我就会 我妈就说 我说你这样将来很难找人结婚 完全错 因为那时候我们晚上演出 回来以后到家两三年 我妈已经睡了 我睡的时候呢 我妈可能五六点钟起床 中午起床 下午收拾收拾 走了以后我妈才回来 就在一个房间生活 两个人没见着 这确实是个问题 我之前没有那么晚回过家 然后我是跟我奶奶在一块生活 我在米味创牌的时候 前一两个月 我奶奶会来批评我 就是说 就是我要给你找你打电话 怎么这么晚还不回来 怎么还不睡觉 你们这年轻人得好好休息 然后等到这两个月 我奶奶就都已经知道 就是你今天晚上还是三四点回来 是吧 你没还回来吗 这两个月奶奶就 这么早就回来 六点钟就回来了 我奶奶现在已经习惯了 《喜人奇妙夜》的讲度了 现在 所以这个会对比如说 择偶吗 不会有影响吗 会 会有担心这个 但是我一直觉得搞喜剧的男生 很好找女朋友 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事 那不是一个单向的事 那家里会担心吗 没有吧 我觉得到这个岁数 家里已经习惯了 看开了 家里看开了 但是会明天按理点吧 不会了 我妈现在四号不会 你还会被点 还会 就是不会催婚了 不会说你应该找怎么样的 但比如说 我爸爸会天天抱着狗 像抱着孙子一样 然后在我面前晃 然后让狗狗叫自己 爷爷 叫爷爷 对 用狗来阴阳我 这一次反正《喜人奇妙夜》 反正也趟过这轮 也到赛城过半了 有什么感受 或者是后边有什么 其他想法吗 其实没有那么太宏远的计划 说我名字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是 就是把下个赛团的作品 弄完就完了 就真的想好好地自己写一个本子 然后把它演出来 我觉得就可以 因为毕竟我们在这个舞台上 留的自己的东西太少了 几乎没有 然后到后面 就一直在帮别人助演吧 一个半个的小角色 对我们来说也都是生活 这嗓嗓好吧 走 得了 去你的吧 没听说过 这个看着就菜 还有我呢 扫雷呢 不是人间造孽节 这多可爱啊 我跟谁说什么台 刀下留人 好俗的套路啊 这个道理 我说的再明白不过了吧 但这个歌的高球 演得真是太好了 主要是那个 杨老师这次的高球 是一出场的 那个感觉 他就在那个人物里边 到了汤官的岁数 也到了那个分量了 高球也是40多 在开始变坏 我是不断地在调整自己的状态 就我一开始来这儿 我会觉得这个项上 可能我们两个人写 我们两个商量好就行了 然后这个节目 那么多人在一起弄 然后有编剧 有其他的演员 他是个群项 对对对对吧 对这是我之前没有接触过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又希望大家提醒 我们还特怕大家觉得 我们俩跨界来 包括年纪要带着 不好意思说 我们希望大家有话 能直跟我们直说 我现在就把自己的心态 摆在一个脱产学习的心态 但其实就是来已经 我觉得就是最大的勇气了 他们俩 是 我们现在许一个愿 物质上的什么都可以 来 杨老师先来吧 我最大愿望就是 就是以后有各种新的形式 我们还能跟着一块玩 这是我最大愿望 来 雷老师 因为我特别羡慕酷藤跟建华 我希望我下一季还可以来 然后可以成为下一季的 酷藤和王建华 目标很清晰 来 我们干一杯 希望后边一切顺顺利利 放心就好 开签就好